所以说 坐着打 你还是打不过我的 你坐着练习刀法 才两年之久啊 我说出来你可别吓死啊 我从华山出生到现在 都是坐着练习剑法的 那算我咕噜寡闻 我倒要见识见识 田兄啊 不瞒你说 我们华山这个破地方 好多好多苍蝇 我每次上茅房的时候 那些苍蝇就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好生讨厌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 我只好啊 拿剑去刺 一开始呢 怎么都刺不中 可是后来啊 我就熟能生巧了 一次就中 慢慢地 我从这个刺苍蝇的过程中 领悟到一套剑法 我管这套剑法叫做 一次就中 苍蝇剑法 林胡冲 我拿你当兄弟 你拿我当苍蝇 好 我们就比一比 田兄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没有把你比喻成苍蝇 你比苍蝇好多了 好 说好了 谁的屁股先离开了板道 谁就算输 别废话 说 输了怎么样 第一呢 谁要是输了 就不许在飞里这个小泥孤 不 而且啊 以后见到她 还得磕头叫她一声师父 并且今后 要改头衡山门下 不行的 我们衡山都是女弟子 我跟她打赌 关你什么事 坐下 那第二呢 要是谁输了的话 就得大刀一挥 自己当个太监 林胡兄弟 这条件 未免太狠毒了吧 你有必胜的把握吗 我林胡冲呢 站着打 是天下第八十七 坐着打呢 却是天下第二 那天下第一又是谁啊 当然是魔教教主 东方不败了 田兄啊 你看你也是条汉子 做事情如此婆婆妈妈 这样吧 你要是怕输的话 咱们可以商量商量 你输了之后 只要答应不杀我 那么这个太监之约 就可以解除 免得你这个好色之徒啊 顿死绝孙 好啊 来 来 好啊 来 林胡师兄 快走 你承心下我书是不是 多谢林胡师兄救命之恩 可是你 快走你 我就知道 你是要让我上你这个当 他跑不掉 你也输定了 你明知道 你会上我这个当 那你还上我这个当 小心啊 林胡师兄 你也不准备了 你也不准备了 你不准备了 你也不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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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个主子 胡乃 雷武师兄 雷武师兄 佩服你啊 吐成这样 还要打 怎么 我圣火太旺了 吐点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吐血吐得你这样有情有义呢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好 我让你吐个痛快 雷武师兄 雷武师兄 你没事吧兄弟 这回认输了吧 是你输了 傻瓜 我输了 输来听听看 我们不是说好了 谁的屁股先离开板凳 谁就算输了吗 怎么样 没话说了吧 还不叫师父 我肚子痛我想走了 雷武师兄你没事吧 没事 您问问桌子有没有事吧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华山派的灵狐冲 真是冤家路窄 是啊 这冤家的路还真是宽不了啊 仪林小师妹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两位就是鼎鼎大名的 卿城四兽 你知道他们卿城派 最厉害的武功是什么吗 不知道 不知道吧 那就是屁股向后 平沙落雁是 你死到临头了 还这么口无遮拦 怎么 你忘了这门功夫的厉害了 想不想重蹤一下 开手 雷武师兄 你欺负一个受重伤的人 就不怕菩萨罚你吗 哼 一个六根未敬的小尼姑 对这小子动了繁心 聪明的话你快点走 要不连你一心啊 凌狐冲 这是你死找的 仪林小师妹 在我临死之前 我要告诉你 林家陛邪剑谱的去处 陛邪剑谱在哪儿 在你心里 林火师兄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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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贤 你给自己报了仇 我快不行了 我们快走吧 站住 别跑 快走 站住 别跑 伤心 灵狐师兄 你放心 我绝不会让那些坏人 再加害于你 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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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属下屈阳参见教主 我说屈长老你真是好雅兴啊 这么风流快活 居然包了这群狱院一个月 教主取笑了 风流快活是男人的本性 我又没怪你你紧张什么 除非你做了什么对不住本教的事情 属下不敢 那你倒是告诉我 你跟刘正风之间是什么关系 本座在你的房间里 找到了你准备送给刘正风的礼物 我猜 这会不会是你背叛我日月神教的文书呢 请教主放心 我屈阳永远不会背叛日月神教 不会背叛我日月神教 都和恒山派勾搭上了 那要怎样才算背叛 教主 这只不过是一本曲谱而已 曲谱 曲谱 还在上 可放心 我记得 了 都说的 这是男人的 援讲一下 就是男人的 国家 国家 可以 可是我却不小心 误入了衡山派的密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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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铃声了吗 有人闯进来 有人闯进来